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的中国政策 及其对交易者和意识形态者之间的影响 特朗普自诩为精明的交易者 并承诺透过美国优先政策恢复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但这种交易主义是否真的能促进美中关系 近期分析指出 尽管特朗普的贸易战曾引发巨大的经济紧张 但他与中国的交易性谈判可能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潜在途径 然而 特朗普内阁的强硬任命却可能削弱这种动机 造成内部的紧张局势 随着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潜在的国务卿人选的出现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面临更多挑战 这些挑战是否能够平衡交易与国家安全的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分析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中国政策 可能导致的内部分歧及其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影响 这篇文章探讨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执政初期所采取的对华策略 以及他未来可能的政策倾向 文章认为 特朗普在其竞选活动中自称是一名精明的交易者 承诺为美国争取最佳的经济条件 以恢复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许多选民是 他在选举中取得了普选票和选举人团票的双重胜利 然而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赢得了支持 他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却显得有些矛盾 比如他一方面威胁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 另一方面又鼓励台湾增强自我防卫 并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工作 在其第一任期内 特朗普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 尽管最终在北京同意购买更多美国产品 以解决贸易赤字后达成了一项协议 但这一协议并未彻底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个任期内 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对外交事务的交易性方法 或许能为改善美中关系提供一条潜在的道路 特别是考虑到他身边有一批在中国拥有重要商业利益的亿万富翁顾问 不过也有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特朗普的提名 和潜在的内阁成员表现出较少的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这些强硬的任命可能会抑制特朗普 在贸易科技和台湾等问题上的交易倾向 特朗普的团队宣布了一些关键的任命 这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迈克·沃尔兹成为国家安全顾问 沃尔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美国将与盟友保持紧密联系 不会害怕面对对手 并将投资于保持国家强大的技术 作为国会中国工作组的成员 沃尔兹警告称 美国在印太地区潜在冲突的准备仍然不足 他在经济学人的专栏中建议 美国应专注于对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此外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可能会被提名为国务卿 卢比奥曾因推动对涉及维吾尔穆斯林问题的 中国大陆官员进行制裁而被北京制裁 他也对北京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提出批评 并呼吁全面撤回美国的供应链 分析认为 特朗普选择的这些强硬派人士表明 白宫将推动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拉什多西指出 关键问题是 这些强硬派是否能抵制特朗普的交易倾向 因为这种倾向在过去曾削弱了其团队的竞争努力 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莉莉·麦克埃尔维 也认为 特朗普的初步人选中 有很多对中国非常谨慎的人 这可能会抑制快速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此外 全球风险公司Strategy Risks的埃萨克斯通费西指出 特朗普政府内部可能会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源于想要达成交易的人 与在民主推广 人权和对抗中国军力方面持原则立场的人之间的对立 他强调 将特朗普简单视为交易者是天真的 因为他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后与他交谈的人的影响 特朗普尚未确定国防部长人选 但以流传的名字包括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国会议员 麦克·罗杰斯和退休的基斯凯洛格中将 这两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重要国家安全人物 商务部和财政部等关键职位也仍然空缺 有报道指出 罗伯特·莱特希泽可能会回任美国贸易代表 而斯科特·贝森特被认为是接替珍妮特·耶伦的热门人选 贝森特曾赞扬特朗普将关税作为战略谈判工具 随着这些任命的进行 特朗普内阁的完整构成仍不明确 不过特朗普的选择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 这在他的第一任期内曾引发共和党内部的对立 斯廷森中心的凯利·格里科指出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在于其矛盾的观念 他解释说 在他第一任期内 传统的新保守派共和党首要主义者 和那些具有克制倾向的派系之间曾出现对立 通过最近的任命 似乎新保守派的首要主义者 在特朗普的决策中更加占据上风 总体来看 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政策走向仍不明朗 尤其是在他的内阁中存在多种声音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政策方向可能会在交易与更原则立场之间摇摆不定 而这也将对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 在其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2017至2021年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以贸易 技术 军事和外交为核心 试图重新定义美中关系 并应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中心是贸易战 上任之初 特朗普指责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 美国经济利益 包括知识产权盗窃 强制技术转让和贸易不平衡等 在此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多轮关税 涉及商品总值数千亿美元 这一系列关税措施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并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 在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 中美两国分别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尽管该协议未能解决双方的所有分歧 在技术领域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 特别是针对华为和中兴等大型中国科技公司 华为被认为与中国政府有紧密联系 因此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其列入实体清单 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和产品 此外 特朗普还签署多项行政命令 限制TikTok和微信等中国应用在美国的运营 军事上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 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鼓励盟友加强海上军事合作 以应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扩张 美国与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 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 Quad 这一机制被视为 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平衡 外交上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他们指责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 并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在多次演讲中明确表示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21世纪的关键地缘政治挑战 呼吁全球建立更广泛的联盟 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 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发广泛争议 在国内 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强硬立场 有助于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反对者则担心 其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动荡 并损害美中关系的长期发展 在国际上 特朗普的政策 也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尤其是在技术和安全领域 总体而言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标志着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其影响在其任期结束后仍然持续 并对后续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拜登政府在某些方面 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 特别是在技术竞争和人权问题上 但也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和外交对话 寻求更为平衡的对华战略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